西安美食多样怪 面条宽的像裤带 麻辣水煮前穿牛 挖歌虾妹齐上阵 回眠方上美食多 藏菜西安鸡脚嘎达的美味都有什么呢 今年西安夜市烧烤流行吃什么 千年闪菜究竟又有怎样的创新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安 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 时间最长 影响力最大的都城之一 除了名胜古迹 西安也是美食天堂 随便走进一个小巷 都可以体验到西安味道 嗨 朋友们 大家好 现在我所在的这条街 就是西安大名鼎鼎的回方风情街 这条街对于外地的游客来说 是来西安旅游的必须要打卡的网红景点之一 而对于我们西安本地的人来说 则是银河护卫队 银河是指回方风情街两旁的耀眼的招牌灯光 护卫队则是保护西安人的味蕾 朱倩倩是陕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也是陕西金海旅游形象大使 她会带我们品尝哪些西安美味呢 很多的女同胞对于这种蹄子呀爪子呀都特别的感兴趣 因为满满的胶原蛋白 这个怎么卖呀 是辣味的吗 来一个 胡辣羊蹄是一道因其辣而得名的美食 对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吃法 先加热 然后放上调料 再浇上汤汁 撒上一些芝麻 来尝一尝 满满的胶原蛋白 尝一口 特别烂 然后这个肉质感觉非常的软糯 很好吃 他们这块卖的全部都是羊的前提 因为这个羊在运动的过程中 可以说它是一个前驱的 它这个前面的两条腿是非常的使劲 所以这个前提也比较大 石榴是西安林童的特产 素来以色泽艳丽 汁多味甜 籽肥渣少的特点著称 其实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石榴 因为我们西安的试花就是石榴花 所以西安人对于石榴这种水果是有特别的偏爱的 特别好喝 关键是可以很放肆地去享受这个石榴的感觉 还不用吐籽 特别划算 晚上的回眠街有着与白天不同的精彩 整条街被浓厚的试镜气息笼罩 看到这几个字我就觉得特亲切 八宝玫瑰竞高 这个小竞高呢 是因为它做出来的样子非常的像镜子 所以得名为竞高 说起竞高这种小吃完全是靠名字上位 从龙里倒出来的竞高厚约三厘米白白嫩嫩 几几分钟即可蒸熟 形状若小圆镜 故名为竞高 竞高虽小却大有来头 据说它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 这种小吃一般都是在街边 现蒸现卖 吃的时候蘸一点白糖 芝麻或者其他佐料 舀一口绵软香甜 在这条回方风景街上呢 牛羊肉的各色美食随处可见 刚才我就在这个街边看到了一家 这个手抓羊肉 一下就被这个羊肉的色泽给吸引了 我觉得它的卖相看起来特别的诱人 在西安 手抓羊肉有三种吃法 热吃 则的是水煮后切片 趁热蘸着调料吃 冷吃 煮熟放凉切片 直接蘸盐吃 还有煎吃 就是用平底锅边煎边吃 这块的色泽搭配看起来特别的好 一层瘦的一层肥的 肥瘦相间 这口感应该也不错 尝一尝 这肉汁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软 非常的烂 瘦肉的这种质感 还有这个肥肉的满嘴油香 配合在一起 非常非常好 感觉很美妙 油泼辣子一道菜 是陕西八大怪之一 不过比油泼辣子直接当菜吃更怪的 还有这油泼辣子冰淇淋 油泼辣子和奶油 能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 现在卖的最好的是这个吗 对 我也想尝尝 可以 这个辣度可以接受吗 微辣 微辣啊 先尝一下 就是感觉冰淇淋掉到了油泼辣子里 就是这种感觉 在回方风情街上 还有一家店铺 格外显眼 门口一个吊着的竹框里 放着卤制好的鸡 远远就能闻见麻辣的味道 走到这的时候呢 这家店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在一个大的这个竹框上呢 放了几只鸡 而且看了一下 它这个鸡的大小都是 应该是被精心挑选过的 大小都是差不多的 这底下呢 有一锅沸腾的汤 目测这个里面的料 调料啊 至少有十几种吧 十几种以上 老板你这鸡怎么卖呢 32一斤 32一斤 咱们这鸡的名字叫什么呀 风干麻辣鸡 风干麻辣鸡 制作相对复杂 鸡经过宰杀后 要先风干三四天 然后再下锅 经过十几种调料 卤制三四个小时 挂在竹框里 热吃凉吃 都是别有一番风味 风干了之后 它的口感是不是会比较硬 会很筋道 不是说特别硬 但是吃着特别筋道 有嚼劲 有一点辣味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并不是那种呛嗓子的辣 是比较温和的那种辣味 咱们一天能卖多少 就是卖得最好的时候 大概300只左右吧 倩倩说 在回方风情街主街的旁边 还有很多支支叉叉的小街小巷 那里也是西安特色美食的宝藏之地 对本地人戏称为西安夜生活的补给站 一碗高配版的黑暗料理已经上桌 卤汁凉粉 它这个是温的 这个卤汁是温的 和那个炒凉粉还是不太一样 炒凉粉它出锅的时候是烫的 这是温的 在过去夏季炎热正赶上农忙季节 勤劳的农民顾不上炒菜做饭 就打一锅卤 切一点凉粉 所以方便调料 泡一些馍 稀里哗啦几口一刨 一顿饭就解决了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卤汁凉粉 这个别具一格的陕西小吃 怎么吃呢 正确的吃法就是从上 然后一铲子这样下去 连粉 带调料 带底下的这个掰好的馍 一起来吃 确实 这个味道是分层次的 上面的粉和底下的辣椒 然后包括这个卤汁的味道 还有下面的馍 各式各的味儿 在回方里还藏着一道 对于老西安人而言 最稀松平常的经典老味道 它既能果腹 又能在众多面食中调剂口味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美食呢 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比如说我们现在 给孩子办喜宴 最终就有这个不可缺少的 就有一道这个 这里的八宝西饭 与南方的八宝粥不同 回方八宝西饭 主要吐出山楂与玫瑰的香味 口感黏糯绵软 酸甜唇香 在露天夜市里 烟火气缭绕在我们的身边 让人感觉温暖又踏实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呢 近些年来有很多的路边摊 也进入到了不怕风吹和雨淋的 城市商业综合体当中 旧餐的环境升级了 店家对于食物的创作 也更加讲究了 那下面我将带着大家一起去 打卡一家闪菜馆 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这家对于闪菜精英的传承 和迭代升级都是怎么做的 西安被公认为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 闪菜历史远远流长 也是中华民族 饮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这四道色腔味俱全的闪菜 都是出自安大处之首 其实打眼一看 最吸引人眼球的 我觉得应该是面前的这道 就是摆在牛头盘里的这道菜 这个叫水煮秦川牛 我面前的离我最近的这道菜 这道菜我认识 这应该就是惠三鲜 从小吃到大 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最早接触到 来自西域的调味品 并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它们 进而又将其融入进 自己的饮食之中 让闪菜也变得更加丰富 这道水煮秦川牛 就是一道味道复合的闪菜 对 它这个肉片很大 然后呈现出来的是 这种大理石的纹理 我尝一口看看 是不是汁水很饱满 非常嫩 非常嫩 虽然有一定的厚度 但是很容易就把它咬断了 好吃 也没那么辣 没有川菜那么麻辣那么重 它是以香气为主 是是 惠三鲜是一道地道的 陕西风味汤菜 食材非常丰富 汤汁浓厚洁白 喝一口唇齿流香 回味无穷 其实我看 其实各地呢 它都是有这个 三鲜的菜名的 比如说有什么 素三鲜 地三鲜 海三鲜 是 地域的不同 原材料的不同 那我们陕西 陕菜的这个三鲜 都指的是哪三鲜 是想皮 玩鱼和福 在这家叫做 白鹿园的陕西饭馆里 有两种小吃 是吃货必点的 它们就是 鞭鞭面和炸油糕 鞭鞭面 是陕西关中地区的 汉族传统面食 炸油糕甜而绵软 里面的馅儿 一般都是红糖或者白糖 热油中炸过之后 里面的糖 就会变成流动状 所以又叫 活糖油糕 上元灯节 在中国古代的 经典著作当中 是特别的容易 被当作故事背景来写的 盛世美景 岁月静好 满街满眼都是人 那这样的故事铺垫 特别的容易讨好读者 那这会儿呢 我就来到了一家 营造出的是 上元灯节的 氛围的这么一家店里 在这儿呢 它的花灯和它的美食 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汉唐文化的开放和包容精神 始终在今天的陕西延续 体现在饮食文化上 就是陕西饮食的不排外 陕西的饭店和厨师 对外来食材的接纳 对外来厨艺的吸收和创新 始终抱以积极的态度 你好 一镜红尘菲子酵 一镜红尘菲子酵 我这面前呢 是一棵仙气飘飘的荔枝树 和我今天的这个造型呢 非常的搭 乍一看是一个荔枝树 但是我不用尝 我都知道它肯定不是荔枝 我们定位它为创意陕菜吧 其实也就是属于创意菜的范畴 外边这层红色的荔枝皮的衣服呢 是红脆米包裹起来的 就是吃起来就看似荔枝 其实它是一道很鲜的一道菜 它里边很有内容 肉很厚还没有咬到糊 里面的糊是一块红豆 这也和真正的荔枝的糊 非常的相似 这应该是虾肉 对 是纯虾肉 在这家大排档 经典闪菜葫芦鸡 是倩倩的最爱之一 这道菜葫芦鸡 其实葫芦鸡呢 它在我们陕菜的江湖当中呢 是绝对地拥有江湖地位的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我经常和朋友一块去陕菜馆吃饭 然后呢经常就会看到 那些煮着拐杖的 很有这个沧桑感的一些老人 他们和家人去聚会的时候 每一桌上必点的就是葫芦鸡 所以葫芦鸡 在我们西安人心目当中的位置 大家也可见一斑了 可以说从小就吃它经典永流传 葫芦鸡是陕西省西安市 传统风味美食始于糖蛋 葫芦鸡的制作 粉轻煮 蒸笼 油炸三道工序 炸好的葫芦鸡皮酥肉嫩 快到骨托 哇 很轻易就把他这个翅膀就摘下来了 脱骨非常快啊 没有丝毫的难度和阻力 非常浓郁的味道 然后这个皮也是特别的酥脆 口感非常好 满嘴的幸福感 接下来朱倩倩要带我们去品尝的这道美食 竟然传承了1300年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道菜 奶汤锅子鱼 这是一道特别的有年代感的长安的古菜 那距今的这个历史呢 大概是有1300多年了 这个奶汤 它到底是说这个形态 汤的形态看起来像奶 还是说在这个做鱼的过程当中 咱们确实是加了牛奶的 这款用的这款糖 糖本身的颜色色泽浓度 都和这一个奶比较相似 熬制出来的 叫浓糖 叫奶杯浓糖 这个跟奶比较相似一点 奶汤锅子鱼 是一道历史悠久的古菜 奶汤咸鲜味道独特 这个菜一定要用紫桶火锅来装 传说唐忠忠离显时大臣拜官 案例要把这道菜献给皇帝吃 名曰烧尾宴 取义鱼越龙门之意 予以虔诚远道 鱼看着这鱼片非常的薄 而且它这里面还加了一些 其他的配料 配菜应该说 对 这个是把鱼起骨了以后 切成这种胡椒片 胡椰片 蝴蝶片 胡椰片 然后那边卷的又金花火腿 又在的这个萝卜茄 又在的香芹 又香菜盖 把它织成了一种鱼卷 然后在这鲜上 所以一口进去基本上是能够尝出来 三四种食材的味道 对 西安的美食不仅历史悠久 就连盛放菜的器具都特别讲究 非常有历史感 镜头里现在这三大盆肉 您给我三片三叶我也吃不完 这个除了菜的颜色和它的气味 非常的诱人之外 其实我觉得让人眼前一亮的 还有它这个成菜的这个青铜饼 肯定是一个仿制的青铜饼 你们是怎么想着拿这个青铜饼 然后来成肉呢 我们选这个青铜饼来装我们的食物 主要是让顾客能够 不仅能够品尝到我们这个食品的美味 也能够再感受到我们西安古都的这种历史文化 这家名叫蛙哥虾妹的网红餐厅 每到饭点排队的人就络绎不绝 很多西安的年轻人 对这里的味道念念不忘 它的蛙虾组合锅都特别好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 然后带朋友啊 哥们儿一块来吃一吃 它的这个美蛙相对于其他来说 是比较Q弹的 然后这个虾呢 也是这种干扁形式的 就是解决掉了我们这种选择的困难 因为它是一个组合锅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好吃的 烧烤可谓是夜晚 最让人难以抵抗的美食之一了 西安的烧烤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在这条街上呢 有一家烧烤店 光看它的名字 就让人忍不住要对它多看几眼 纸和药这两个字落起来 它念什么呢 肯定好多人不知道 刚才我专门查了一下 这个字念叫 但是您光看它这个字的字形 就能够体会出老板的那种小傲娇 似乎在告诉我来这儿吃饭的时刻 烧烤店只能选择我们家哦 烧烤味道特别好 吃了很放心 按让我们善气人说就聊下来 没得很 这简直成了我 这周围年轻人的这个食堂了 经常来啊 在西安吃烧烤 第一点的就是西安烤四串 烤肉煎 烤腰花 烤肥瘦 烤金瘦 红红的烤肉炉子 吱吱作响的烤肉串 扑鼻的香气 不断刺激着食壳的贝类 口水大口大口吞咽 这就是烧烤的魅力 现在烧烤呢 主要是在牛肉上的下功夫 不管是我们西安的 泡馍还是烧烤 我们对牛肉做的是 加工是比较深的 深入研究 对 深入研究 这个肥瘦 这个是肥瘦 看起来有点像筋儿啊 嗯 它这个肉质真的是非常好 你这个肥瘦吃起来呢 就是感觉很多汁 虽然它是瘦肉 当然一点也不柴 它的汁数也很饱满 因为它肉质很新鲜 对 它确实非常的新鲜 那刚才你也说了 咱们家做的这个传统的这四串 用的就是牛的部位 对 所以这个烤腰子也是牛腰子 是的 是的 片薄了以后它口感不好 嗯 还有一个就是 它如果它的本身的味道 它自己没信心的话呢 它就把那个片片得非常薄 这样调料粘得更多一些 以后咱们到了夜市以后 就知道了 这个腰子的薄厚 对 对 对 彰显的是老板 对于自己家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有信心 有信心啊 没有 没有心味 嗯 口感要比那种很薄很薄的片片 确实要更有嚼头 对 对 对 存在感会力强一些 对 对 在这家烤肉店 除了传统四串 烤鱼下巴 烤鱼排 烤鱼肚 也是来这里必点的味道 传统四串如果算是 西安烧烤家的传统扛把子 那么这家店里的烤带鱼 就算得上市烧烤家的 后期之秀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他们家的烧烤烤物的一个全家福 后来一打听才发现是我肤浅了 这些只是他们家在食客当中点击率比较高的一些畅销品 这个菜的名字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叫那么长带鱼 从小都吃它 是我们接触比较早的一些海鲜产品之一了 我感觉是像在吃酷呆面 这个价值 好 这边还有蘸料 有蘸料 还有那个海椒面的蘸料 还有它那个我们展鱼人比较喜欢的烤料汁的蘸料 对 尝一下 那么长的待遇 这真的把蛋白质吃出了碳水的感觉 这家烧烤的特色还真不少 一米长的烤带鱼 烤榴莲 烤酱油筋 烤豆腐 烤鸡脚筋 烤玉米 烤香肠 还有各种烤肉 应有尽有 姜烤鸡 特别好 烤榴莲 特好吃 还有这个叫酱油筋也很好吃 我觉得这两个必点吧 倩倩说来到西安 如果没尝接下来的这三道传统小吃 那就真不算来过西安 究竟是什么样的小吃呢 师傅来给我加一个馍 我要肥瘦的 肉夹馍 腊脂肉与白吉馍的绝妙组合 肉与馍互为烘托 将各自的滋味发挥到极致 在西安和肉夹馍的地位 一样重要的还有一种面食 它就是用手工擀出来的油泼面 这个就是咱们 我们陕西人从小 就是手擀面一直吃得长大的 然后就是把家乡的东西 带到西安来 然后我们是白楼园的人 然后带过来到这边 去做这个东西 擀面师傅麻利地将面团 擀成薄厚均匀的面皮 折叠之后切成两指块的面条 加入葱花 辣椒面等 用油一泼 一碗油泼面就完成了 看着食客们畅快淋漓地吃着面 让你深切地感受到 面食给西北人带来的味蕾快感 一天能卖多少碗 大概都一千多碗 一千多碗 一千多碗 这一碗多少钱 一碗就12年到13元 和肉夹馍油泼面一样 西安的许多小吃都有这样的特点 在街上随处可见 价格公道非常亲民 牛羊肉泡馍也是其中之一 而今天朱浅浅要带我们寻找的 也是她的最爱 葫芦头泡馍 这个葫芦头其实我觉得配色看起来 它口感应该是有一点点油腻 但是这个配色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春天 有这个酒黄的黄色 然后还有香葱 香菜配出来的这种绿色 看着还是比较清新的 何师傅 您这个店在这开了有多少年了 我是80年开了 30多年 葫芦头泡馍味醇 肉料汤浓 磨筋光滑 香气四溢 时候余味无穷 又有暖胃功能 皮薄馅软用料足 这么大的广式月饼是怎么做出来的 萌宠一样的猪龙饼又和中秋有什么联系 一口下去满嘴流酥 卖饼 苏式月饼 泰湖传菜 是外形精美还是口感取胜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近期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众号 发布铜鞋监督抽查情况 其中标称上海凯陈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或供货的AKClub牌 AK童装户外休闲鞋 林本二甲酸纸不合格 近期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发布关于16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 其中标称池州市锦香园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商标为灰心园的香瓜籽 过氧化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许可ям 许可 populations 务目有限公司合计 Niger 收在夜市场巡 Jungle 품如 näsa白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